大乘心事 大乘心事 電話線上現在有Amy Amy Hello, 陳豐大哥, 晚上好 晚上好, Amy Amy說你是廣州人 是啊, 廣州人 兩邊跑 因為我男朋友是KL 所以廣州KL兩邊跑 那你現在在哪裏 我現在正在回KL的路上 其實只要有時間 周五晚上就會聽陳豐大哥的 電台 我享受的事情 謝謝 今天就是有工作上面的事情 想請教一下陳豐大哥 因為我現在還在廣州工作 做教育行業 我們這間公司最近變動很大 挺有趣的一件事 其實我在這間公司已經做了四五年 發展得很好 我們都帶給很多學生 很多家長都很喜歡 其實最近發生很大的事 就是我們公司兩個 就是老闆 老闆和合夥人 其實老闆是男的 合夥人是女的 就叫她朱柱姐 其實就發覺他們在一起 這個問題不大 問題是老闆是 其實是有加失的 我們都知道她另一半 其實這個情況就有點複雜 其實作為我們工作的人 其實是不會知道的 但是近期是因為太太 老闆的太太 她其實就發現了 就來了公司 有些情況我們同事就知道了 我自己其實很糾結的就是在這間公司 其實學到很多東西 還有都很珍惜同事 又做的又很有意義 老闆其實他都很有能力的人 但是 影響公司的氛圍 還有都有很多 即是很八卦的 你知道同事之間都會說的 即是給他可能買了別墅 然後又買了外馬市 那麽解 但是呢 就可能近幾個月呢 就都可能 拖欠一些工資 還有一些經濟的一些問題 所以現在其實出現很大的變動 我剛才就在這裏想 可能陳鋒大哥可能有 一些意見 或者有些好客觀的perspective 可以給我 在這個階段 是的 那你自己本身在想些什麽呢 我其實上上下下 有很多事情 但是 就不知道應該堅定 哪個方向走 因為這間公司開始 開始因為 私人感情開始動搖了 是的 是的 其實 我也算是高管的 但是其實高管層當中 其實已經離開了一兩個 就是因為 這樣的一些三角的關係 嗯 的確是影響到一些情況 是的 那些父母親知道嗎 嗯 嗯 對看不太了解 但是可能都知道的 其實 鬧得挺大的 整個情況 是的 但是影不影響學生人數 我們有部份 已經開始 退肺 這樣的情況 都有出現的了 嗯 就是知道這個情況 嗯 嗯 其實這個 其實 首先我會覺得 先看這個管理層 你信不信他 能夠在最短時間之內 去處理這個危機 你認識了他們這麽久 那他們究竟會不會處理 但是可能你都會令到大跌眼鏡 我以為他一路來我認識的老闆 其實你已經眼鏡一次了 原來他們搞在一起 是的 是的 其實 因為他是教 就是 孔子 還有 果樹 各學的一些課程 是的 其實他一直是唱到的是 就是 要 注重家庭 還有要注重教育之類的 嗯 就好像 剛才你說的 其實已經是大跌眼鏡 就是 怎麼可以是這樣的 那現在問題就是 我覺得是 可能聽聽陳鋒大哥 男人的角度 就是為什麼可以一直這樣兩邊 去 就是 不處理好 我覺得已經很多年了 嗯 麻煩他選擇一邊 都不會搞到現在這樣 我覺得是 工作上 他又需要這個 朱柱姐 可能和他一起 創業 一起做這間公司 但是其實 可能他太太那邊 就是我們知道 可能是 家裡是不錯的 可以提供很多支持 其實他都很不容易 我可以理解 在南 又要創業 需要資金 又需要有人幫助他 但是這麼多年了 到現在這一步 就 其實令很多我們的同事 失去了信任 嗯 所以其實 對 對 我自己也想了很多 各方面也想了很多 但是現在要做決定的時候 就很糾結 所以說 過過陳鋒大哥 我會覺得是 因為你都做了這麼多年 你都覺得這間公司 應該是OK的 你要給他一個限定的時間 就是看著他發生 好了 你怎樣收拾殘局 那大哥 那麼久都還沒收拾到的話 你都看到那樣東西 開始滲到他 學生 學生的 甚至是家長 但是家長知道 在這裡 學生很可能都會知道 嗯 嗯 某些家長 是 某些家長一定會跟他 哎呀 你學校那個 哪個 哪個 那樣的事情 我覺得都會知道 所以是會打擊到信心 如果他在短時間 你自己會畫一個 我會覺得你自己畫一個 解決不了的話 可能你再寧作打算 但是這個時候又似乎 危機又創造了另外一些機會 給其他人 其他人的就是 看看有沒有人要收拾這個 收拾這個機會 啊 OK 但我不知道他成本有多大 OK 是絕對有這樣的可能性和機會 OK 我不知道在馬來西亞如果出現拖欠工資會怎樣解決 其實現在 其實包括我自己 都可能幾皮 又有另外一個同事多些的 可能有10皮差不多 押在公司 那有些員工可能兩三千元押著 其實都一直不報銷 我不知道馬來西亞這邊遇到這些情況可以怎樣處理 可以報到勞工部 是可以的 可以的 肯定可以的 因為馬來西亞政府一定是西亞員工多的 無論如何都好 但是他的生意 對 錢發生什麼事呢 他有大跌嗎 其實錢一直 學生是很穩定的 其實發展都挺好的 但是可能就是 可能MCO那陣子 都有些物業啊 投資啊之類的 所以後面又好像 是 血又回不回來 然後私人感情上面的確是花了很多錢 買兩三套房 然後換兩三台車 看到也看到了 這些事情 很頭痛啊 其實在另外一邊 我也看過一個做教育的人 但是不是教小朋友 是教大人 就是教大人 怎樣做一個好人 結果也是跟他的partner吵架 然後反面 哇 那些行為呢 就是完全不像是一個導師 為什麼 原來做導師做久了之後 導師內容 所教的內容 只是一個程式 我教課的內容而已 不代表著我 在自己身上 真的 真的 所以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去 我覺得對你們來說 是一個好的參考例子 就是 你如果要做這個教育的話 身體力行 你是不是真的都同時做到 如果不是的話 你那個良心 你教育 你要做好人 轉身自己做另一回事 是 這樣拖欠法 我看應該有難度 如果根據你所說 之前投資了 某些物業產業 又買了一兩套房 現在我所知道的市道 產業又一般 是 那你說套現了 什麼都好 都不是那麼理想 可能都需要時間 是啊 還有你們三個的關係 可能還有一段時間 是啊 我也覺得 但是這個需求 你看到 在市場上的需求 大不大 是大的 科程其實做得很好的 還有我自己負責的項目 都做得很成熟 是的 但是同事 其實那間公司同事一直在離開 舊同事一直都有走 沒有人出去自己開嗎 沒有任何一個同事自己出去搞嗎 有的 有一個 有一個出去開 第二個可能是我 哈哈 但是你 所以當你做那個時候 我會覺得那個 那你問我呢 我一直都是在說這件事 就是 每一個企業 你有多真心去想著幫 幫個客戶 嗯 是要真心幫 那你家公司的Vision 當你說了之後 我的Vision是這樣 那家公司內部的文化 一定都要是這樣 是 是 是 那他就真的不單止是 實力做到 賺得錢 口碑也好 任何人接觸你的公司內部 任何人都感受到 他們公司都 都是 實施所教的東西 是 是 很對 真的借鑑 好的 是 OK OK 另一件事就是 在這個案子上 所以呢 情慾這件事 是咯 曾經 曾經聽過一個 長輩提起修行的人 他說你怎麼修行都好 情慾是其中一個 很難很難去 控制的一件事 是 你可以不吃 你可以不喝 你可以不買名刨 不買什麼什麼 但是去到那個位置 那個時候 就不簡單 嗯 嗯 好 那你就 加油 不要緊 暫時還有丈夫照著 哈哈哈哈 男朋友 男朋友 not yet OK 就快就快 我覺得對於老闆 和對於我們所有同事來說 這個都是一個挑戰 都是一個挑戰 嗯 我們都在思考 還有 我都希望他可以 想定些做一個選擇 其實我們都有些方向 希望是會有結果 但是如果好像陳方大哥說 我觀察一段時間 他都是搞不定 都是這麼暖水的話 其實可能都是要做一個決策 是的 還有再看著學生一路流失那個時候 你就知道 當他有 當一個牌子 當他的牌子 開始受損 就是我經營品牌 當他面對一個品牌危機那個時候 你看到他的處理危機那個速度不夠快 意思就是那個 那個在破壞他的品牌那個 那個情況一路發生 品牌一破壞 短時間之後沒有處理好 很難收回 嗯 很難 嗯 OK 對 就是人家那些 risk management 一發生 是說回應 一兩個禮拜 立刻行動 立刻處理 立刻新聞 立刻什麼 不是一兩個禮拜太短了 可能是那幾天裡面 但是你這件事 可能是去面子的關係 那你去處理 可能又怕 人家知道要慢慢的 鬧鬧鬧 嗯嗯嗯 是咯 嗯 很有趣的是 大婆她來公司的時候 因為這間公司有很多 跟那些小朋友的照片 還有很多宣傳冊 上面都有 就是珍珍姐的那些照片 全部丟掉 全部清空 她說我不要看到 所有的宣傳冊 上面有任何她的臉 全部弄走了 你說我們怎麼會不知道 整間公司都知道 唉 挺有趣的 你說這些事情 嗯 她是做得太明顯了 是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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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多謝 多謝陳鳳大哥 好啦 我都 是 那就加油了 OK 好的 希望有一天可能就是你自己 可以開到你自己的自立滿會 這個教育 是 跟著下來就 對 男朋友變丈夫 跟著就在馬來西亞 開始做教育 好啊 期待 OK 多謝 好的 加油 拜拜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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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